9月20号,2021年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届别分组一般选举投票结果揭晓 该场选举是新选制的首场事件 也为随后的香港特区立法会选举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打下重要基础 日前,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梁军燕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新一届的选委责任重大,希望能选出德才兼备的治港人才 为香港的经济秉升带来福祉 上周末选了选委出来,大部分个个都是爱港人士 如何去运用权力选择下一届的立法会 不单只是40个议员,也要提名其他整体90个议员 所以他们有个很好的职责去令到新一代的治港者 能够为我们的民生为我们的经济去做 我觉得新的选委责任是重大的,也都希望能够选到那些人才出来,能够 并避以前的乱局,大家是聚焦为经济为民生为香港打拼 连日来,十四五规划在香港社会各界先起热潮 8月23号至25号,由国务院港澳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 中国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组成的国家十四五规划宣讲团到访香港 而其中一项行程就是走进香港特区立法会 与议员们展开深入的座谈交流 他的行程都很紧密 但是他也都抽时间来立法会去和议员去宣讲 这一次是很特别的 是立法会第一次有中央的官员和专家来专题和我们立法会讲 令到很多议员亲自去接触 也都是有很多机会去问他关心的问题 所以这个感受令到我觉得议员可以看长一点,看远一点 在未来配合政府的施政政策 甚至撥款是去为十四五规划那里有一个充分的准备 自2004年以来,梁军燕已连续四届当选立法会议员 2016年,他当选为香港特区第六届立法会主席 共职立法会十余载 在梁军燕看来,议员履行职责的前提是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连日来,前海峰案、惠港八条等涉港政策相继出台 为此,不少立法会议员也轻身前往香港各区进行深入调研考察 为将来的旅职做好准备 上个月,有一班议员去了新界北部 看不同的地区,亦都去看河吐区 因为我们发展过港芯科技的发展,我自己和经文联的同事 亦都在过多礼拜前去了新界,去了沙头角 亦都亲身看过,不单止是保育,而是如何发展去配合口岸的经济 令到香港和深圳这个商城能够发展得更好 如何令到香港人上去这个前海是很方便,很便捷的 所以这些基建,建铁路等等的东西 都是立法会,我相信议员会出谋献策 令到政府很容易落实这些前海给香港的好处 当被问及对新一届治港者的期待 梁清燕说,今年7月在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典的经历 让他印象深刻 正应将人民的利益和福祉放在第一位 中国才能取得今天局势瞩目的发展成就 这也是未来治港者所需汲取的宝贵经验 事实上你会看到过去这100年,因为共产党是对人民的执着 只能够令到我们站起来,富起来也都强起来 也都令到我们摆脱贫穷,这个在世界历史都是无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用同样的看法在香港 我们从政的是为人民服务,将人民的福祉摆在第一 每一样的政策都是想着人民先,令到他们开心快乐 我觉得香港是有一个好好美好的前景